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延伸4.9%也是低过预期 也是连续10个月出现回落了 您觉得市场能够期待今年看到降息这么一个动作吗 对于6月的联储局FOMC会议的决议 您会如何来预测 另外联储局接下来的决策 还是要去重点考虑这个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胀吗 好 那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先从短期的开始 比如说6月的这个联储会议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家几乎可以确定 应该不会再有进一步升息的这样的动作 那同时呢 由于时间比较短 可能降息的机会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是如果说在全年 是否会看到有整个的这个利率的政策转变 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降息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现在的判断是 可能在这种降息即便是来临 也不会早于今年的12月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的 那么将近6个月的时间里 非常可能联储会把他的这个利息 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不变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原因就是在于 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 非农数据以及这个CPI 它的数据都已经显示说 美国的经济现在仍然处于一个相对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金融体系 或者说银行体系的动荡信号在出现 不过从整体上来讲 我们认为目前的这种区域性银行出现的问题 仍然可以控制在一个局部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 未来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金融危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美联储它最重要的 这个制定政策的依据 仍然是它的通货膨胀 而我们看通货膨胀的时候 会发现目前的通货膨胀动力 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 跟工资以及包括房租 这样相关的一些通货膨胀的这个项目 它增长会比较快 而像之前的那种供给方面的 我们所谓的瓶颈 基本上现在我们可以认为 已经差不多解决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通胀 其实它的变化速度 是要慢过整个GDP增长的 如果目前现在的这种 非农就业的这样比较强劲的情况 以及包括在这个GDP 还有一些其他的实体这种经济指标 仍然保持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 我个人认为通胀它不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下滑 当然我们跟去年相比 去年的通胀可能是在两位数左右 到今年呢 我们已经可以把它控制在4% 5% 没有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如果它的这个通胀数字 不能很快的下来的话 我想对于美联储的官员来讲 很难投出迅速降息的这样一票 因此呢 我们会认为在未来的 差不多6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这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的利率 非常可能保持不变 看得出来这个通胀还是非常的顽固 也特别令人头疼啊 那么之前呢 其实有多间大行就预测说 昨天晚上这个CPI的数据啊 要是数据越冷的话 对于股市来说就会越形成利好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 其实这个公布了这个低于预期的CPI之后 美股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利好啊 看到昨天倒指是最多下跌是超过了300点 最终是收于这个在下跌30点的一个水平之上 其实美股见顶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已经说了超过10年时间了 而随着今年这个流动性开始减弱 一路高跟猛进的美国股市 您觉得是不是真的会要掩齐息鼓了呢 如果说行情真的要开始回撤的话 哪一些板块可能会首当其冲 又有谁会出现一个逆势坚挺的一个行情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再看过去近10年 甚至更长一段时间15年这样的一个周期的投资 我们会发现美股它的主要的驱动力 我认为是来自于中央银行的政策变化的 因为每一次当这个经济变量的时候 那么中央银行就会出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政策刺激 包括QE还包括其他的这样的放松 这样通常都会给这个股市 以及其他的资本市场给一剂 我们认为是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强心剂 让它的表现重新反弹过来 但是这样的逻辑在未来是不是会出现改变 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大家来思考 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尽管出现了美国的货币政策 它可能要出现一定的我们可以认为叫一定的暂停 然后未来会有很大的机会进行转向 尽管出现这样的信号 但是整个市场还是没有特别热情的去拥抱这个故事 当然这也可能是短期现象 过一段时间可能大家想过来又去投资股票 但我认为从一个相对长期的逻辑上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已经在很长时间内 这不是过去15年 而是过去40年都没有看到美联储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急剧的进行加息 而且把这个加息推到5%这样的 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我认为整个的过去依赖央行 从上松来刺激这个股市的这个逻辑可能会有一点转变 第一目前这样的高利率非常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 那么即便在今年的12月它降息了 它可能会降多少 那么有它的降息的这个频率到底有多快 能不能从目前的这个5%也像加息这样非常迅速的降到2% 甚至更低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疑问 但是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 就是说当通胀起来之后 那么央行它在降息方面其实会更加谨慎 即便我们看到一些政策的转向 但是它的整个的转向的这种速度 包括降息的这个频率 未来可能都是非常有限的 像过去那样急剧的降息的情况 再加上一些大规模的这个QE 恐怕在短期之内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对于股票的这个估值其实是有疑问的 而且呢我们发现在降息的同时 事实上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是在收紧的 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缩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 在期待每一次的这个经济不好 发现了这个衰退的信号 那么都是会成为了这个股市狂欢的信号 我想这个逻辑可能是讲不通的 那么看各个板块来讲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预计到这种相对的高利率的水平 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板块 从历史上看 其实是这种它的这个股息给你带来实际的这种现金的收益 更高的这样的股票会相对受益 也就是说它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相对会更扛跌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从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这个高利率存在的话 一些大的银行 因为现在美国可能出现了一些局域性银行的问题 但是呢 从大的银行来讲的话 从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他们对于高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非常适应的 甚至从中受益 很多的这个银行都在过去的一年 以及包括今年的第一季度 都汇报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成绩单 所以如果这种高利率状况可以持续的话 可能一些大型的 相对稳健的这样的金融机构 也会从中受益 当然主要是商业银行 因为他们更多的这种收益是来自于这种信贷 而不是像投资银行一样 主要来自于这种跟市场相关更多 想请教一下您关于这个货币的话题 我们看到在4月26号的时候 阿根廷政府是宣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 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商品贸易 其实要说的也不只是阿根廷 包括巴西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还有法国等等多个国家 其实他们都宣布了用人民币结算的消息 据统计呢 目前全球启用人民币结算的国家 已经上升到了30个之多了 那么最新的有外媒消息说 巴基斯坦也希望使用人民币来采购俄罗斯石油 似乎这个国际间的去美元化的现象是正在蔓延 而人民币也是成为了美元最强的替代品了 虽然说现在美元其实还仍然还是一个全球最强劲的货币 但是您觉得这个去美元化它会形成一个趋势吗 另外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现在的进程 目前是现在如何呢 从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角度来讲 的确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 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高兴的这样的一些消息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使用人民币 结算他们的跨境贸易甚至投资 而且呢跟之前相比 其实之前中国和一些国家的这种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 一直也在不断的持续扩大 那么包括和一些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 其实之前也有一些这个人民币贸易结算的 已经在发生了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上 国家的层面上 大家会更重视这个事 我们呢可以期待在拉美国家 也包括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 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会成为这个越来越多的选择吧 但是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到 应该说是与之前不同的一个趋势是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着 用这个人民币进行 我们可以讲第三国之间的这样的往来 原因是之前我们的人民币使用 基本上是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 可能中国对巴西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消息 说巴西和俄罗斯 他们就要开始这个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了 这些呢其实是一个新的 相对于一个新的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说现在 大家可能是由于美国 它的我认为是存在着这种 对于制裁滥用的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国家可能是希望能够避开 美国的清算系统 避免未来可能遭到美国的这种 无理的报复或者无理的惩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的确我们可以讨论说去美元化在进行 但是这个去美元化到底能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个人呢觉得可能还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原因在于这些贸易呢 恐怕还是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 而不是发生在这个发达国家 另外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 那么你要使用自己的货币在全球替代美元 来完成这些货币的功能 这个其实对于中国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以及包括中国的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 其实都是提出了很大的这个挑战 原因就是我们未来会形成这种海外的人民币 这个人民币它的这个流动可能你的中央银行 没办法进行紧密的监控 它可能出现什么事情你都不太清楚 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的金融安全 其实是有一定挑战的 那么尽管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让人兴奋的消息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想讲这样的货币国际化 肯定是给这个货币的发行国带来了一些挑战 所以呢大家应该还是说从这个具体的战术上 应该需要非常的谨慎 那么也需要看到相关的风险 在使用这个人民币 或者说是在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这个过程中 还是应该加倍的小心 不能够期待说最近的这个去美元化的进程 会让人民币一跃就成为一个美元的替代品 在某些方面某些国家 人民币可能会成为美元的替代品 但是从一个整体这个来讲的话 那么人民币它目前我觉得 它本身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个地位 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在第四第五这样的一个水平 很长时间它恐怕还是难以超越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跟夏老师先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析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也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